《美國國務卿報林肯》 當地時間週四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就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發表聲明 批評港府和北京當局剝奪港人的權利 聲明說 今年本來是一國兩制框架下 承諾香港50年自治權的叛徒 但是很明顯 香港特區政府和北京當局 不再將民主參與、基本自由和獨立媒體 視為這個願景的一部分 聲明指出 2019年數百萬香港人參加了公民抗爭活動 反對有爭議的引渡條例 北京給出的回應是推出《廣區國安法》 這個為過去兩年侵蝕香港自治權 和解除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 製造出條件 聲明提及香港幫局監禁反對派人士 還突擊獨立的媒體機構 關閉博物館 移除公共藝術品 削弱民主體制 推遲選舉 阻止6月4日燭光夜道 取消現任立法委員資格 並實行效忠宣誓 布林肯有指責中共和港府官員散布虛假資訊 稱抗議活動是外國勢力所為 布林肯說 他們所做的這一切 是為了剝奪本來就承諾要給香港人的東西 我們聲援香港人 接應他們要求恢復承諾的自由的呼聲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週四也發表聲明說 香港的繁榮創業模式 直近於《基本法》 和《中英聯合聲明》 這個國際條約所保障的人權和法治 他們敦促北京 履行它在該條約和其他國際義務下的承諾 同時釋放所有政治犯 《中英聯合聲明》